这个长得像路边狗尾巴草的植物 是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在古代它是沧海一宿 在田间它是骨子 脱壳之后的骨子就是我们熟悉的小米 谁说山西人只吃刀削面 一顿正宗的山西早餐可以无面但碟有汤 焚羊是知名小米品种近古21号的原产地 这里的人们离不开小米 一碗小米稀饭暖身养胃 还有盒子饭 炸得金黄的小米糕 里面有着娇艳欲滴的红旁线 山西人把小米吃出了多种滋味 近古21号颜色金黄油脂丰富 每100克含蛋白质15.12克 远超多种古物 目前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 现在做梦也还是得种骨子 我足迹河南56年考到山西 60年毕业 毕业以后都分配到山西农科院 我说通过学农 学到新技术 能提高产量 给国家做贡献 调查之后发现种的都是起无耳干脉鱼 因为这个米好吃 后来都对我是一个歧视 群众不光是对产量要求 对品质也进行要求 吃饱饭从来不是小事 为了找到品质好口感好的小米 陈英从1972年开始进行辐射育种 并推广种植 减产 虫害 白发病 甚至停试 都没有阻拦它钻营下去的决心 历经19年 在1992年 禁古21号一战成名 首届弄业不来会散失几个品种 咱们的品种 最后品的带地仪 品质突出 种田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带天赋 这句话背后使农民辛勤耕种 不断摸索出种植经验 还有陈英这样的科研人员 潜心科研默默付出 为粮食增产增收奉献一生 今天 在平台的助力之下 禁古21号小米的销售半径 不再局限于山西 走向了全国市场 这个是大连的 新疆的 然后是深圳的 还有广东的 科技富农 禁古21号 相飘万比 去年的目标是一个亿 今年是两个亿 咱们作为农民的儿子 做点农业 把这山西最好的小米 品质最高的炸粮 和好多人来分享 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